目前这个药物 目前台湾有一个月剂型 三个月剂型 跟六个月剂型 目前只有三个月剂型 被核准使用于 所谓的色护性癌 它是跟前面的 Lolades跟所谓Lupulin不一样 它是采取肌肉类的注射 不是皮下注射 这点要特别注意 要注射到任一侧臀部的方式 给予 另外呢 目前不建议这个药物皮下注射 那也不可以注射到血管 这个药物是每12周注射一次 它的是一个动静为例 必须要搭配它所配的 无菌水进行配置 不得使用其他的吸湿液 配置完成后 这悬液剂要立即使用 而且呢 在注射的时候 要用较高的速率 不中断的方式进行肌肉内注射 以免针头会卡住 然后如果针注射 肌肉注射的部位 应该要每次注射的时候 要定期要更换那个部位 有没有特定族群上的考量呢 基本上对于年龄跟人种的影响 目前没有系统性的研究 小孩子目前也没有 这些使用的一些报告 对于胜功能不全的病人 可能会造成这个药 Balmoralin的清除率价降 排除的半衰期可能会上升